好 同学们 我们上一段课讲了哲学的无用之用 主要侧重讲了几个知识点 第一 哲学是因为旌旗而求知 第二 哲学是为求知而求知 然后我们讲到哲学的知识是为了消除人的无知 是从黑暗里面出黑暗入光明 是获得自由 我们现在继续来讲哲学的知识的特征 就是无用之用的特征 从工具性和目的性这一个角度去讲哲学知识 我们可以看到哲学是一种消除无知感的一个知识 所以哲学是一种原知识 你可以这样讲 并且这种原知识里面涉及到人的自由感 那么要涉及到人的自由感 亚历斯多德很清楚地意识到 这个就必须得有生活的保证 也就是说亚历斯多德意识到两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 哲学呢 要从事哲学 它必须得有一个外部的生活保证 因为能是不自主的 这是同学们一定要注意 哲学家们非常清楚理性的一个判断 因为我们的身体会疲劳 我们的肚子会饿 我们的眼睛数借有限 所以我们能不自主 因为它不是全能的 也不是无限制的 可以拥有一个力量 那么正因为如此 我们必须得先解决我们的有限性问题 所以亚历斯多德说 人只有在闲暇的时候 才可以从事哲学和从事数学研究 所以闲暇是哲学研究的一个前提 而在闲暇里面 我们看到 当一个人有闲暇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一个人的自由感 会充分的丰富的展示出来 所以他说 哲学研究最初是这一个 埃及的僧侣 由他们来开始的 那么如果联系到我们今天 我们会看到 忙碌已经成了我们的敌人 我经常跟同学们讲 如果说这过去 食物的匮乏是我们的敌人 战争是我们的敌人的话 那么在今天 忙碌是我们的敌人 因为忙碌把我们 变成一个工具性的东西 所以哲学的无用之用 首先就在于它的非工具性 那么什么是工具性呢 就是当我们去 从事一个知识探究的时候 我们直接的就看到它的用处 它的有效性 比如说我学一个 做一个木工 我的有效性就要什么呢 做成为一个好木匠 然后能够把这根线拉到直 把这个面扑得平 把这个形状做得美 那这个就是很具体的东西 但是我们的生活里面 并不只有具体的东西 我们经常会忘掉这个方面 当我们忙碌于生活的时候 我们会忘掉 我们生活中并不只有具体的东西 比如说你会忙碌一段时间之后 你会去看一场电影 你会去听一场音乐会 或者你会去做一趟旅行 那么同学们主要 所有这些东西 你都是花钱去买一个什么 一个写想 而哲学是要触及到 这个闲暇知识的灵魂 这个灵魂就是什么 我们里面的自主感 我刚才讲了 我们的知识 我们的人的存在是不自主的 是会疲劳的 是乎 这个能力是有限的 但是人一直有一个梦想 怎么去达到自主感 像神一样 这是人文主义的一个真谛所在 这也是哲学的目的所在 就是说我一个不自主的人 可以自主地存在 我可以摆脱我的胃 摆脱我的眼睛 摆脱我的手和我身体的疲劳 至少我要暂时地摆脱这个东西 那么当我能够摆脱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就能够像神一样的生活了 因为这个时候 我充分地聚焦在我自主人身上 那么同学们 你认为是什么样的东西 能够让你像神一样 哲学家们 哲学家们认为 这是哲学 就是当你从事哲学思考的时候 你可以暂时地摆脱自己的匮乏感 为什么是这样子 这就是哲学家们一直在追溯的智慧 为什么是这样子 因为哲学知识是一种目的性的知识 奥古斯丁用一个词叫做frui frui这个东西 这个词表达是什么呢 为一个事物本身 以其为目的而进行探究 他探究这个事物的时候 是关心这个事物的事 而不是关心这个事物的用处 当我们意识到一个事物的事的时候 当我意识到我自身的事的时候 同学们 我们就抓住了这个事物 抓住了这个事物 就是抓住了这个事物的整体 这个事物作为一个本身 呈现这里面 而这个就是我们所获得的事物的整体感 那么你就是完全地认知了这个事物 所以一个事物 一个知识的自足性 一个能的自足性 就是抓住它的整体性 这个就是自我意识的核心 自我意识就是意识到自我 而不只是意识到我的一只手 我的眼睛 或者我去过多少个地方 那么亚利斯多德和希腊的哲学家们 都会认为 我们只有在自己的主观性上面 才能够实现自己的自主感 所以哲学说到底是做什么呢 是一个反思的知识 是一个反思的知识 一个反思的知识 它并不提供一个工具性的效应 越是工具性的 它就会越精视 越有卸自信 越寻找它的细节 但是同学们同样 当我们进入到固分细节的探究的时候 我们也会把自己变成了那个事物 变成像那个事物那样的小 但是问题就这一 哲学或者哲学的知识 使徒告诉我们一种退隐的技术 这个退隐的技术就是 从对象化里面摆脱出来 回到自我之中 回到那个自我之中 回到那个自身的事之中 那么这个就是摆脱了技术 对于你的束缚 所以哲学与技术之间 有一个很大的张力 作为目的的知识 与作为工具的知识 是哲学在今天发挥巨大作用的 一个方面所在 大家知道 德国谢对伟大的哲学家 海德格尔 在他的晚年 写了很多著作来批评 一个技术的时代 就是我们这个时代 因为这一个技术的时代里面 能更容易地被控制 能更容易地 从自我意识中异化出去 也就是说自己成了自己的敌人 什么叫自己成了自己的敌人呢 举个例子来讲 你的手会成为你的敌人 同学们会觉得很奇怪 你一定会觉得很奇怪 我的手指怎么会成为你的敌人呢 我的敌人呢 你想想看你上课的时候在干什么 我们老师系的上课最苦恼的事情 你猜得到 就是学生不断地在注视他的手机 他的iPad 他不听老师在讲 你呢就变成了一根手指 你从这个视频画到那个视频 从这一段画到那一个段 你就没有听见老师在讲什么 好 这个时候呢 你的手指成了你 那么谁成了你手指的主人呢 是那个iPad 是那个iPhone 是你的三星手机 你被他控制住了 所以你就成了你的手指 然后iPad iPhone 你的三星 就成了你的主人 而且这个时候 你就成了一个工具性的存在 你就忘记了 你这些技术所发展出来 是为了我们的方便 是为了我们能够更好的支配 更好的探索 更好的焦虑 在这种情况里面 你就失去了你自己 所以工具性的东西 技术作为工具性的知识 它容易控制住我们的整个意识 并且占据我们的意识 而且这里面 人会充满匮乏感 因为当你这个里面出来的时候 你这个人会发现一个什么 空洞的状态 但是同学们一定要注意 哲学的闲暇 哲学作为一种闲暇的知识 并不是那里处在一个匮乏的状态里面 闲暇是非常富足的 实际每一个处属可及的地方 都可以发现惊喜的东西 都发现意义的东西 都发现意义的价值的东西 邪暇是很有层次感的 而空洞是虚无之属极和属包围的地方 所以技术让我们很可能投身在虚无之境里面 而闲暇会让我们发现知识的丰富性 层次性 是我的高贵 所以同学们 这哲学和技术之间成在了一个张力 也就是说 这人文的知识和工具性的知识之间 成在了一个巨大的张力 而这个张力是弥足珍贵的 因为它是我们懂得 这技术的时代 我们如何能够 让技术使我们的生活变得美好 而不是让技术使我们的生活变得空洞 这就是哲学知识的特性 这就是无用之用的特性 因为它是你从技术里面 时时刻刻能够建立一个更好的自己 有一个更丰富的自我意识 有一个幸福的绽放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 无用之用并不真的无用 而是发泄自我的有效性 这里面我们可以找到一个自我发泄的有效性 这是我们这一段课堂的内容 我们一起休息一下